家里的这种非旧手机出现器我们不要认了 不管是这种智能的手机出现器 还是这种带有线的老式手机出现器 它们都隐藏着很多的功能 每一个功能都非常的实用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种老式的手机出现器 智能手机出现器它隐藏的功能更多 我们可以找两根线 然后接在这个手机出现器上就可以了 把这根线我们接到它的正值 我们直接接进去 另一个线我们接到它的负值 我们不管怎么接都是可以的 只要把这两根线接上就可以了 大家看 现在两根线接上了 两根线接上之后就好办了 大家注意看 我们就要发现迟值 找一个二百十分的电源 然后把这个插在二百十分电源上 大家看到没 现在是日子的灯发亮 那我们开始用它来做什么呢 来测量线路的通断 大家看 我找了两根线 我们首先来测一下这个黄线 把这两根线分别放到这个线的两端 然后注射看 它的这个指示的颜色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说明这个线发生了断结 在某日处发生了断裂 那我们测一下另外一个线 我们测一下这个线 把它放到两端 大家看颜色立马发生了红色 当我们断开的时候呢 立马又发生了绿色 说明这个线是通的 颜色发生变化是通的 就这么简单 开始用它来测量线路的通断 那我们还开始用它来当做什么呢 如果这种空气开关或者说我们家里的手按开关 损坏了不知道 不知道开关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们开始用它来测量 怎么测量 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合上闸道 然后把这两个线分别放入开关的两个接线端 大家看 颜色发生了变化 然后我们断开开关 再来测一下 那颜色没有发生变化 说明这个开关是好的 当合上开关的时候 通了 当断开开关的时候呢 断键了 颜色发生了绿色 开始用它来简单的判断开关的好坏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的方便 那还开始用它来做什么呢 特别简单 如果家里的这种L字灯损坏了 我们不知道是哪个灯珠损坏的情况下 也可以用它来判断 大家简单的来了解一下 这是L字灯 我们不知道哪个灯珠损坏了 就用它来检测 我们把这个放到灯珠的两侧 大家注意看 放到L字灯珠的两侧 如果灯珠发亮 说明这个灯珠是好的 灯珠不发亮 说明灯珠损坏了 那不发亮的情况下 我们调换一下它的正负值 等一看 说明这个灯珠损坏了 不发亮 说明这个L字灯已经损坏了 怎么样 我们开始用它来 简单的判断 L字灯还有判断开关的好坏 检测线路的通断 都是非常的实用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判断方法 其他的运途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科长日子来交流选择 所有的朋友们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